国内疫苗采购进度备受瞩目 过去也传出指挥中心曾经打算采购辉瑞BNT疫苗 却因为BNT亚洲总代理上海复兴抗疫造成洽谈受阻 指挥官陈世忠今天也首都曝光了采购秘新 说当初的确要买500万剂的BNT疫苗 原本合约签订在即 连新闻稿都写好了 但是有人不希望台湾太高兴 在最后一步换约程序遭外力介入 被拦截破局 最后那个就申变了 就中国复兴这个事情嘛 最后那个500就申变 曝光疫苗采购秘新 语气中更透露出满满无奈 指挥官陈世忠首度松口 五国的确有跟辉瑞BNT 购买500万剂疫苗 眼看都快走到最后一步 就连新闻稿都准备好了 最后突然申变 批评我这东西都为什么要保密 说到时候我是有苦我难言 有人就不希望台湾太高兴 步步为营却抵不过外力介入 打乱所有布局 也有人怀疑难道是内部有间谍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为什么台湾故意破坏可能性不高 但到底是不是 BNT亚洲总代理上海复兴 从中阻挠 陈世忠既没承认也没否认 我不敢这样说 但是一般在国际这些厂商在来往 最后很少说在最后换约的时候才停下来 也没有办法去证实说是一定是怎么样 不过只是不寻常 12BNT宣告破局 五国目前采购到一千万剂AZ 五百零五万剂莫德纳 以及透过Kovac平台的四百七十六万剂疫苗 当中二十几万剂AZ疫苗则是配货在即 这一次每一家疫苗厂在制造的国家是不一样 所以我还有关于这个厂的一个审查 韩国已经送资料来了 资料很完整 等到疫苗到货后 也会往全国配送 按照优先顺序施打 指揮中心加速时程 就怕再有任何变数 究竟我们是听不懂